去真正的監督 我們監督不到啊 所以本期才會稱之為無鬼搬運啊 副市長你了解嗎 就是這樣子亂搞 所以說我們市議會有莫可奈何啊 了解嗎 接下來請我們吳敏季議員發言 謝謝賴議員 大家好 首先我要來請教交通局長 本期來請教您兩個問題 第一 這個吳 經濟您的觀察和分析 平時外部台貨當 貨幼 貨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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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的車流量比較大 還是大家的市區 中山路跟建國路 這段的車流比較大 還有一個比較大 中山路 對 而且問題 改革區域的交通問題 會不會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局長 長遠來說當然不可以啊 局長你請坐 副市長 你是一個交通的專家 你也當過我們的交通部長 我想你解決 對於解決塞車的問題 跟對於整體的交通規劃 你應當有獨到的見解 那本市在這裡 本市在這裡 今天要來跟你探討 我們賈安埔 長期以來 就是被邊緣化的一塊 一個區塊 我們就說 大家當 各所說下來 這次 發生的問題 二十年 一直都沒有受到解決 這是一個 被邊緣化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營養昌議員他也住在外埔 他就很清楚 那個所在 打車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再來 前幾年 我們的政府 結果是說 阿豬加油路的打車 我就把夾東路 旁邊的夾東路拓寬 就能解決打車的問題 結果呢 也是打 再接著 政家東洋國小下去這次 再越打 所以 請問副市長 聽說你們現在要開八點二五億 要開闢一條二點八公里的平面道路 從甲後路到大甲市區的中山路 終點是到經國路 是不是 這樣那個交通的建設跟交通的瓶頸的解決 以交通的觀點來講 應該是整體來考量 副市長你們有沒有預計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有一個三環三連的這個計畫 就是可以從大甲交流到下去以後 連接到六十一號道路 好 副市長 我上個禮拜還去參加你們這一條平面道路的期末報告 我在期末報告的時候 在會議會議堂上 我提出來我說 這個花八點多億 經過溫寮西前前後後這樣挽圓要做四條橋的這個計畫 只是把塞車的問題從大甲東移到中山路跟經國路 在場的委員大家都嚇到了 真的嗎 我告訴他們 那是真的 副市長你請坐 這一條 沿著溫寮西的這一條平面道路 就你們前草規劃的 為了避開都市計畫區 還有我們的自來水取水口 以及外埔的第一公墓 他短短的2.8公里的平面道路 就在溫寮西的兩岸 就不斷的穿梭 跟著做的一樣 跟著做這種路 然後一會兒在北岸 一會兒在南岸 所以要做四座橋樑 兩公里外 在溫寮西上要做四座橋樑 花了這麼大的工夫 跟八億兩千五百萬的 這個經費 我告訴副市長 我們也找了專家去看 真的只是把問題 塞車的問題點 那移到另外一個地點而已 引起更多的民營 說實在 包括區長 還有很多理長 還有地方人數 非常緩談 市政府 政府 一條八面道路 兩公里外 要開八億元 競爭無法解割 脫車的問題 還有一項政檢長就是 他可能會破壞溫寮西的整個生態 我要告訴副市長就是說 溫寮西過去沒有淹水過喔 他是一條 非常棒的 而且寬度也夠的一條西 現在讓你剩這四座 糾牛下去喔 不但整個生態都破壞掉 未來 這個可能會阻礙水流 甚至於 在汛期或者颱風 好大雨的時候 他可能會造成水患 這個不得不散事啊 所以 我們要用一條 要來給副市長看 政策錯誤喔 比貪污還嚴重 副市長 這條齁 增加2.8公里 英年要開 8億萬的這個雨傘 而且呢 沒辦法解割 脫車的問題 又造成生態破壞 我們看一下 原本你們是想把 國道三號的車流 然後引到大甲東 沒想到 大甲東 甲東路這個地方 他反而更塞車 然後你現在 弄一個短短的 兩公里多的平面道路 而且把他引到市區的中山路 跟堅果路 你們知道嗎 市區水美橋跟玉德橋 那個地方 剛才我做南宮一次而已 你現在 本來 這兩條的車流就非常大 比大甲東還多好幾倍的車流 你現在把 這個出口 好 你現在移到這個地方來 請問 這個地方的塞車 是不是會更嚴重 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你的 隔壁 你是專業的 你將來 你將來 我這個地方 是不是會更嚴重 你說看看 報告議員 這整個報告在建設局 我再來跟建設局看 他們的報告怎麼 我知道這是建設局 在執行的 我來了解這個總統 可以長遠之際來說 如果 如果 這個 下這個 國道三號的 要往市區的 然後把它拆成這三個 最後還是回到中山路 那如果下來的 他不是要進大甲市區的 譬如他到大安的 要到台六十一的 那理論上這個 我們的三環三連的那個第三連 就是從這個地方 要把它連到 這一個台六十一 那這個沒有要進大甲市區的車流 就應該透過這一條道路 剛剛講的這個到台六十一的道路 然後把它紓解出去 而不要讓它進到這個區域 好 局長您請坐 我大概也知道您的意思 其實你們原本 也不是想這樣做對不對 這根本解決的辦法就是 國道三號 你就是要做一條高價的快速道路 來接六十一號嘛 然後在市區的部分 你可以選定幾個 比較不篩測的地點來做紮道嘛 這樣才有辦法來紓解真正 紓解國道下來的這個 這個車輛篩測的問題 我現在記一下 過去西濱啦 我為什麼說 一個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嚴重 過去西濱 台六十一線大安段 原本它原本是規劃 要做高價 副市長是嗎 結果因為人去控制 騙我們的這個 台南鄉的鄉民 說你們如果做高價 或者你們這裡 都沒有生意合作 結果去控制 然後換做平民 結果西幾百人 之後 現在再開百多月 現在在做高價 再來我記一下BRT的例 BRT 本來民進黨的東團 就沒有暫行做BRT 我們要的是MRT 可是胡志強市長 他硬要做 本席也到明古屋 也到漢城去看 回來 我跟林良太局長講 你們如果硬要幹的話 拜託你們一定要做高價的 他也知道要做高價的喔 但是要選舉了 沒有辦法 這是硬幹 就是在台灣大道上 就把他弄兩個車道出來 結果讓我們的 這個台灣大道 這個塞車就雪上加霜 我現在要跟你們說這個意思 就是說 不可以喔 做那個策略的這個政策 你知道嗎 你現在做的之後 你看看 沒有解決拆車的問題 還越開 隔了還越開 越開 越開之後 在這個過程 你會破壞生態 然後你看看 這個溫療溪 他就沿著北側南側這樣 這樣跑 有沒有人平面到 有沒有人 一般的這個 倒樓的時候做十五米的 好像沿著 那種也很不省 你現在 插在溫療溪 你看看 將來溫療溪 如果遇到興起的話 甚至也好大雨 會如何 會如何 大家可以想像 所以我要跟副市長說 我們地方愛的是什麼東西 我要告訴我們的副市長 跟局長 台中市北台中的市民 我們真正想要的是快速便捷的交通路網 也就是從國道三號做一條高架的快速大路 連結台六十一線西濱道路 在大甲 在大安 可以選定 適當的地點做交流道 非常快速 這個對未來 整個區域的交通 的發展才會有幫助 台安才有希望啦 現在我們台安要做馬祖航空 要辦海洋音樂祭 車門如果要完成之後 交通流量會有多大 我們是不是要用高架的 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 大安每一個里長都希望這樣做 因為 他們知道這樣做 對大安的發展才有幫助 我台安要去市區 我市區爬起來 六分鐘就到國道三號 是不是非常快速 另外 也不會造成篩測的問題 所以 府市長我要來拜託你齁 這個事情一定要謹慎的評估 要跟市長說 好好研究一下 不要讓白髮 你看看 一條第一條兩公里的平面道路 就要開八公里的 不太狠 不但花那麼多錢 而且還不能解決 不太狠的問題 再做一個更嚴重的 不太狠的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所以 我要拜託副市長 這個事情一定要非常謹慎 我們北台中 大甲大甲大安外埔所有的市民 我們希望台中市政府 幫我們爭取高價的快速道路 跟新兵連結 這個高價的快速道路 還有一個好處 如果在國道塞車的時候 他還可以做為替代道路 非常的快速 這是一個進步的 成長運動做的這個工作 我留一些時間 副市長你來回答 剛剛議員這個指教 是整個這樣的整體的考量 那這個從國山跟西濱六十一號道路的連接 當然是整個區域性的連接 是很方便的一個快速的 而且很安全的可以把它疏導過去 但是這個大甲下來以後 大甲地區的地方道路的交通 我想我也回去會跟那個建設局探討 怎麼樣讓這個地方的短程的交通 地區的交通這個疏解 看用什麼方式來處理是最恰當 這兩件事情來考量 副市長您請坐 我們地方都歡迎市政府 來幫我們做有幫助的建設 尤其是交通建設 但是你不能說 隨便叫個規劃公司來 來規劃一下這個路長路寬 然後怎麼走 你們我們天天在那裡生活 我們很清楚哪裡會塞車 如果你在做往南或者往北的地方 車流量少的地方 我們也不反對 只要能夠解決塞車的問題就好 還有一點你想 從國道下來的 他要到大甲 要到大安 要到工業區來上班的人 你還弄到南邊讓他繞了一大圈 這個有經濟效益嗎 還有很重要的 我知道你們還沒有做環境影響評估 一個好好的溫療溪 你要給他弄短短的 兩公里多 你要給他弄四座橋樑 太離譜了吧 有沒有做這個生態 整個環境影響評估 破壞生態或者將來造成水災的話 這是很不好的 不指定到搞成指定